4月9日上午,2014年香港非法站中三名策划者与六名组织者案正式宣布裁决 非法站中策划者戴耀廷、朱耀明和陈建明串谋作出公众反扰罪名成立 六名组织者亦罪名成立 早上8点半左右,戴耀廷、朱耀明和陈建明在内的九名被告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取裁决 案件吸引了大批媒体前往 现场亦有大批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的市民举行集会 支持法院严惩违法站中分子 最终,戴耀廷、朱耀明和陈建明串谋作出公众反扰罪名成立 戴耀廷和陈建明、杉获他人作出公众反扰罪成 其余被起诉的六人中,陈淑庄、邵家珍、张秀贤、钟耀华、黄浩明两项控罪成立 包括杉获他人作出公众反扰及杉获他人杉获公众反扰罪 李永达已向杉获他人作出公众反扰罪名成立 林逊押后至下午两点半处理个人求情 法官听取了数名被告求情后宣布 明天将继续听取其余被告求情,九人或许保舍 2013年3月至2014年12月2日期间 戴耀廷、陈建明、朱耀明等发起非法占领中环运动 在中环附近的公众地方及道路造成非法阻碍 对公众造成妨碍 MING PAO CANADAordinary 陈建运用 感谢观看